那最后我很快的导览几个 它第一个单元里面的一个相关的题目 就像这里面就是说怎样 你要去移一下 就是问一下这个点到底是多少 0-3-6-9 那它在数线上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强调利用的 利用数线来建立数字 复数的感觉 而不是做一些计算 对 那你看我刚刚可以用选的 这边也可以用拉的 所以它是一个 总是说它一个问题 它就是有很多的答题的方式 好 那这个复数的部分呢 对 它也会有一些前进题 那现在还不满多图片的 就是说让大家理解 -3-4它的用途是怎样 对 Luke就表示在水面下 那这里也是在强调一下 就绝对值的用途 那台湾的考试题目就太多绝对值的 莫名其妙的 那个解决类值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都是偏离学绝类值的主题 学类值就是一个谈一个距离 谈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东西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对 这是根号的计算 那是新的提醒里面 它对关键字 它立刻可以看到一些注解 就是说我想要去估计这个数到底有多少 那这种估计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让大家比较实际了解一下这种根号 好 那就关于指数率的话呢 它现在新的提醒就是 也会有这样 也会有这个 就是多个题组 那这种题组的设计 主要就是要让学生可以交互的比较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好 所以这样这里就可以完成 对 好 那你看 这个又换一个方式来出 我觉得这是它设计的很好的 就负八分之一的 这种方框的话呢 就是一个多选题 多选题 好 那所以这里是八的负 负的八分之一的 负 这个应该是这个也对 这个也对 八分之一的三次方 OK 好 那现在这个又换一个样子来出 所以我觉得它就一直换样子 我又不让学生熟记一个题型 好 那这边再谈到一些科学记号了 那科学记号呢 我觉得它的重点也就是 想要去强调 实际在问题里面的科学记号是怎样 例如说像谈到关数嘛 就关数这么大数字 当然就适合用科学记号来表示 好 那这里也写一个1等mc平方 那我觉得 学生可能在这边还不太懂1等mc平方 但是老师可以稍微提一下 我觉得早一点提这种东西 对它之后 真正要学1等mc平方的时候 其实感觉会比较有一点点 好 那这是一个 我觉得它也是个很好的 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这调整 来建立一个科学记号 好 那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 一个这种计算方式 好 那它现在这个作答的情况呢 其实也蛮多元的 对 你可以就是直接去打这个数字 这里打数字的话 那这里可以打这种分数 然后这里还可以打一些东西 其实已经可以让它 这种作答方式很多元 好 那我这是以这边为 就是第一个单元为例 那我当然我是希望 我之后 可能有时间的话 我可能会 希望是录一些 就是每个单元 稍微用中文稍微介绍 让学生真的 台湾的学生真的可以 看了一些影片 然后接下来就让他们自己自学 重要的是 你不只在学数学 而且你能够 增强你的英文阅读能力 能够知道一些更多 相关的概念 而不是让一个东西 变成只是在练一些 真的应付考试的技巧